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收集在集成板上 但是这个设备它有一个很主要的缺席 它在这个颗粒物充电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另外一种污染叫臭氧 也就是说这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选择空气净化器 避免产生二次污染物 这个呢它最主要的就是产生二次污染物臭氧 而且呢现在就是很多新的研究发现 这个臭氧不仅是臭氧本身是污染物 它会和我们家里边的一些其他的气体的物质 如果您家里已经有了这种静电型的进化器的 用的时候 啊 用它人不能呆着 也就是说你先把屋子里头弄干净 你再进去呆 这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开丧十分钟 然后您说一说开始了啊 用了啊 赶紧赶紧说就它发了 这是电动去没有出来的电池似的这个 来看一个长得像いうこと 您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进化器呢 其实它除去除污染物 它靠的是所谓的以前的一种叫光吹化作用 应该说用光吹化的这个原理来去除PM2.5 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 没作用的 那么 哎这是什么 这个大点 这个进化器呢 就是我们一般叫过滤式的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就是一个物理阻隔作用 这等于是也可能吸附在上面 吸附在上面 那这个原理最简单 那效果应该是最有效的是吧 对 前面介绍的静电式 光催化式和过滤式 三种类型的净化器中 专家建议您购买的是过滤式净化器 那么在选购中 我们又存在着怎样的误区呢 去除PM2.5率达到99% 五层的高级过滤网 适用于50平米的房子 到底又该如何选择 物美价廉性价比高的空气净化器呢 接下来专家将现场为您知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 都比咱们精明 因为你看他要去市场上了解 也很多老年朋友知道 这种过滤式的空气净化器好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 说这有三条 这三条是真的是假的 还是我们一个使用的误区呢 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净化器的宣传语啊 你看卖净化器的人都这么说 说去除PM2.5率达到99% 哎呦那真99%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100%了 就非常好了 五层的高级过滤网 而且呢说适用于50平米的房子 一般我们的TU也就二三十平米 那就非常好了 这三条去除PM2.5率能达到 环境下 是条件是有利于它的这个净化器发挥的 通常来讲 我们现在的一个测试条件 是在一个密闭的小舱内 然后让这个净化器连续运行 比如说两小时或者四小时 看着连续运行两小时或四小时之后 中鸟的那个PM2.5浓度和初始的浓度相比 去掉了99% 它是这么来定义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来讲 真正衡量你这个净化器的效果好不好 我们通常是用所谓的CADR 它呢就是指的是说 我们这个空气必须是一次经过这个净化器 一次通过之后 看它前后的PM2.5浓度去掉了多少 那个我能这样理解 就是它的那个数值越高其实是越好 对 当然这个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更综合的来讲 还要看它投入了多少电量 所以我们衡量一个净化器 它的耗电量 这个数值越大越好 也就是说你投入比较少的电 获得了足够多的CADR 咱把咱妈的美好时代这节目太负责了 为了给所有的老年朋友形象说明呢 我们拿出了几种空气净化器 对 但是呢 它们这些呢 全都是这个过滤式的空气净化器 那么这几种呢 刚才您说那个值 是吧 对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CADR值 对 除以耗电量 等于多少呢 它越大 效果越好 我们这项也标了标号了 观众朋友 一号呢 得出的是4.9 对 得出的这个CADR值是7.86 这个值就比较大了 但它价格也高了一倍呢 5,499呢 第三个是6.81 也算可以 它4,416 第四个 9,800 刚才其实我们现场一直说的 这第四个是9,800块钱 但是它的值呢 是7.73 不是最高的 第五个 太厉害了 6,280 它的这个值呢 是9.75 这个值越大越好 就是它估计计划量比较好 所以其实这五个净化器的这么一个简单对比 也就印证了 并不是说越贵就越好 好 您就参考着这个去买去吧 对对对 在这里我们并不说牌子啊 其实告诉您的是它的计算量 然后呢 还有价格 当然有的价格贵呢 不光是对PM2.5的 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在这里 所以我没有任何说 贬损哪个品牌的作用 最主要让大家提供一个帮助和参考 问一下 您要买您会买哪个呀 要买第五个 第五个 对 因为它那个 对它9.75比携带高好多嘛 嗯 价钱呢 当然呢 我们也不推荐你说一定要买这五个当中的鱼 好 我这里可以负价 如果您想更全面 你还可以把这个数再除以钱 这个数越大 再除以价格 加了多少钱 对 好好明白 好 你一算就门清了 刚好 这个现场呢 我们特别感谢专家 尤其是感谢三位老年朋友代表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希望我们的节目真的能够帮到您 让您们健康承受 活到百岁 不是冒头 活到市场 并非期请看 ações να honora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